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最近我打算慢慢結帳 之前有觀眾留言想看胭脂 所以今天我打算介紹最近常用 喜歡用的胭脂 有些令到氣息很好 蘋果機訂出來或是超級持久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太粗 先說一些粉狀的胭脂 這個是Benefits的Sunny 上面有西柚圖案再加上名字 應該不難猜到一打開 是一個偏橙的胭脂 盒子裡有鏡子 很方便 Benefits的胭脂是有少少飛粉的 如果用掃上的話 你會看到旁邊有很多粉 但不影響它上面的效果 上到臉不會飛粉 然後顏色 我給旁邊大家看一下 是一個很美好健康 今天全部都很美 一個西柚梳打色 是很適合健康膚色的人 是一種粉毛粉毛 好像天生的皮膚散發出一個健康的感覺 就算它顯色也好 不會像一些很紅的胭脂 然後一滑上去就已經很厲害的胭脂 它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它也算是一個比較容易處理的顏色 容易控制的 我素誇張一點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是有螢光感的 不是白淚透紅那種 但就很適合出去玩 穿得很casual的時候 用它是令到氣息完全不一樣 好像日曬的感覺 還有我會很喜歡把它放在鼻頭這裡 那就可以做到一個曬霜妝了 然後是DASIC的Blanding Mucci 4號色 我為了這一格去買到現在 都是不捨得碰的 之後它是很溫柔的一個胭脂 雖然大家會看到顯色度應該一般般的 若隱若現 都是很寒系 好像他們那些狗公的眼影一樣 我最喜歡將一心一錢混合來用 是會變成很漂亮的橫桃色 想在化淡妝的日子可以輕描淡寫地提升氣息 就是它了 它真的好像皮膚透出來的那種粉嫩粉嫩 它們兩個都是霧面的 如果想要有光澤的話 是它 這個是Laure Mercier 一個玫瑰金系列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賣 因為是去年的 然後顏色叫做All That Sparkles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水波粉膚色 顏色一推開了 它不是一粒一粒閃粉那種 而是一拼很漂亮的光澤感 我清了剛才的胭脂 大家看不看到蘋果肌嗎 馬上衝出來 它真的光是超漂亮的 在這個位置 整個皮膚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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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 就不是說很厲害的 只不過大家看看 介不介意 它不算飛粉的 摸下去很滑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如果大家買到的話 一定要擁有這個 這個是MAC的Glow Play Blush 它很特別是質地 超級似泥膠 可以按下去 軟軟的 然後顏色是Soul Natural 是偏麥桃的土色 又是很自然 天常用也可以 對比Benefit的Sunny 它是沒那麼螢光的 我用化妝掃蛋 手法是印上它 你會看到它很融入皮膚 會像美妝蛋一樣印上一件胭脂 然後透到皮膚的光澤 它又是很自然,很像你天生的血色 不会有一层粉雾感,不会有很重的胭脂感 这个也不会避陷毛孔的,它不是一个粉状 所以有少少湿润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是游基的朋友的话,那就要留意了 因为它的质地,我觉得如果出油有机会是比较容易快溶的 但是在我身上,我觉得它持久度也是不错的 大半天我都会看到这个颜色 最后是Shelot Tilbury的液体胭脂 这个颜色很经典,叫做Pillotot 它就是一个干燥玫瑰色 应该大家没用过都听过的 是非常有气质的颜色 你看到很好推 它是少少的份量,已经可以用到很大的范围 所以我是不会就这样用上面的 我会怕份量我控制得不好 我会点在手里先的 接着之后就一路拍开它 用手指拍也行,或者用海绵拍也行 我今天就试一下最原始的方法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用液体胭脂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它不会避毛孔的 然后它的持久度也好一点 但是就会欺负大家 记住要在粉状的一些化妆粉之前用 如果不是会有机会击粉的 就要看碎粉和它是不是夹的了 这个不一定的 不关它是,也不关碎粉是 是要看两个他们究竟喜不喜欢大家 就算我一路加上去,它是不会有界线感的 这个薄薄一层再加碎粉,再加粉状的胭脂 全日都不会脱的 是户外活动 由早到晚都想要一个胭脂的气色 就会用到它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了 应该是五款 最近很常用,很喜欢的胭脂 希望可以给到一个参考价值大家 也都赚了钱了 我会慢慢看留言 有什么可以合作一起拍 我也会拍给大家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 记住给个like 或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个星期都会发布两条新片 逢星期六镜头三点和星期日镜头十二点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 终于拍完了 一路拍,很害怕大家会看到很厚粉 因为我要上胭脂 然后抹了它上粉底再上胭脂 再抹了它再上粉底再上胭脂 这样大家应该会看到最好的对比 但是结局就是我这里有很多粉底 不要紧要啦 最重要是看到即时他们的妆效是怎样 同一个阳光同一个光线底下 究竟他们呈现出来的效果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 感谢